溜女生是甚麼?霸氣 溜女生 大家好,我們是皮包鐵情侶 終於露了樣子 是否立即畫面了? 我們包包麵 實際上是為了5000元 所以脫口罩,耳口也不帶口罩 周圍擋 周圍擋 今次打算說甚麼? 難得我們坐在這裏 想和大家分享和補色 結識異性的學問 第一步要了解自己的溜女 目的是甚麼 所以我們訂立了五個門派 你要確定自己屬於哪個門派 才可以進入下一步 第一個門派是甚麼? 第一個是按鬧協會派 即是你只會在乎對方的外表或是他扶手 你就會去考慮去不去買 即是不管他的內在因素、性格 只要扶手 即是給你一張照片 你已經可以確定你去不去買 第二個呢? 第二個是曬命派 是我們的女 即是你需要帶另一半出去曬命 例如你去牆壁 或是你去甚麼特別的慶祝活動 你需要帶他出去充餐這個場 簡單來說就是曬命 第三個門派是甚麼? 第三個是癡心情長見派 也是最... 中中直直的那些 下一個是甚麼? 你是自己的 終須欺負 那是不是呢? 不一定的 第四個是 人有我有或是騎牛尹馬派 你很容易可以認識到你的另一半 但也很快分 是女兒你也先混合過 那女兒受落 你也先混合過 譬如慢慢玩一個更好的 就像電單車一樣 開頭找個8-5cc 有3-8收購 再上個6-8 總之有車先 幫你代步 或者是 見到別人有8-5cc 又很想要 很容易受其他人影響 哪種門派 好,下一個門派是什麼? 下一個最棘手 就是徐心派 即是 你想徐心地溝女 但你自己 又會有很多不同的考量 又會想 哎呀,和她會不會長久啊? 即是在未開始之前 又會想她 她的樣子是否漂亮啊 想了一大連串的問題 但依然都未有行動 即是還未有一個定位 即是還未有一個清楚的幫她 在想自己想做什麼 但純粹想有女兒 但這一個就是最棘手的項目 因為你根本連自己在哪一個派別 或者什麼目的都未想清楚 首先說一下外貌協會派 和這個曬命派 基本上不用看我們了 因為你入得這兩個紅派 基本上都是一個情場浪子 即是長盒 即是眉頭眼壓 那些根本上 可能在下面留下 你兩個廢柴會派嗎? 等我補回去兩招吧 收檔吧 好,接著就 講到最簡單 或者要入門的派 就是這個什麼派 人有我有 或者是騎牛尾馬派 其實算是最入門的派別 因為你沒有什麼要求 即是女兒 即是有個盤就先 即是不理會她 什麼CC 再慢慢升級上去 或者你再慢慢了解她的人是怎樣 下一個 你會覺得是這個 癡心情腸劍派 容易穩一點 還是隨心派容易穩一點 隨心派 為什麼呢? 隨心派因為 你的目的都是由女兒 即是你不會說 癡心情腸劍 癡心情腸劍我比她最難 為什麼呢? 要是你找一個目標 你是想著 跟她長遠發展 這樣呢 那這個人 為什麼會說她 忠忠直直 那些 癡心情腸劍 通常都是忠忠直直 即是很疼那個人 或者很想跟她長遠 或者是 要給她的女兒 即是給另一半 慢慢發掘你的內心 好處 所以這個是最難的 我覺得是 那是不是他們的了解時間很長呢? 即是我認識了你 可能認識了你 可能認識了半年 我都沒有跟你在一起 因為我要看前 你這個人 是不是可以和我永久的 這樣 應該是 說她 篩選的人 即是她會慢慢 起女兒 吃得對 不是起那麼多 對 所以這個是 最難的事情 最花時間 那女兒都可能被其他人 混淨 對 所以是被這個 隨心派人 對 下一步應該是說 這個 結識異性的途徑 應該是怎樣 途徑 或者這個 再上一步 是否應該了解自己 有多少根 即是去回這個 現實一點的話題 如果我是成哥的兒子 基本上我喜歡玩什麼牌 即是很現實地說 你要了解清楚自己有什麼根兩 即是 即是 如果最入門版 最簡單的話 就是現在最流行的交友APP 因為 你剛才看照片的時候 都已經有大把盤給你選 但是交友APP 可能女生來說 可能會有極大的音勢 因為我自己也玩過 不是開玩笑 即是那個男生 我 即是除非是彭於牙 那樣的樣子 否則女生 即是 你可能不斷找10個 20個 或者你覺得看得上眼的那些 你去騙她 或者 即是跟她聊天 她也不太騙你 因為 即是可能一天都會有 十幾二十個男生找她 所以她在十幾二十個男生之中 再挑轉再回覆你 都是一件很難的事 所以 交友APP來說 對女生是有利一點的 因為她可以選 嗯 即是我以前玩交友APP的時候 一天都可以用到 三四個男生出街 是的 真的可以這樣做 最好 通常是 尋找朋友 女生介紹 先去到下一步 即是交友APP 或者雙門 這個又可能真的 是一個男生的做法 即是我不會叫那些男生 朋友介紹一些兄弟 比較好 可能 因為 這件事不可靠 怎樣不可靠 即是那些男生又可能 通常女生呢 可能她心思細密一點 可以幫到你這位男性朋友 篩選到什麼女生適合你 但我那些男生朋友 是不會這麼心思細密 可以想到 這個男生原來是適合我的 那她純粹找個有棍的 單身的 這樣推給我 即是如果你這樣算 和我在交友APP 找的人有什麼分別 我都是不清楚 她是否本身適合我的 最大的分別就是 截散了約她的時間 或者和她聊天的時間 因為你交友APP 你要慢慢培養出來 即是有很多你和她聊天 你可能聊半個月一個月 她才肯出來 即是如果你 經朋友介紹 你吃餐飯 三個人 一來沒那麼尷尬 二來多話說些 即是避免了一個 即是避免了一個 因為我 如果你在一個女生玩交友APP 你要肯的話 你即日都可以約到一個男生出來 因為她實在想約你出去 即是如果你想快的話 我立即約她今晚吃飯 另外我們兩個都覺得 機會小一點的 適宜性途徑 首先第一個是 去活動去避免 即是例如我們 兩個都是駕駛電單車的人 我們可能去一些 車序的活動 雖然可能有男生有女生 但是在這個電單車圈子 可能是男多女少的 那你可以結識到 女生的機會就會小很多 下一個就是一些 比較風險大的途徑 就是在夜場 樂級讀食女仔 買食男孩 即是新手 或是人門級來說 就不建議她的地方 尤其是癡心情長劍那些 其實很現實的問題 就是你女生 其實你去哪裡 好像吃到兒子 即是這個年代 或者說多一點 樂級 我看到三四十歲的姐姐 在澳池讀恩 那些年輕人都只要衝過去 很原始的想法 就是那些女生 樂級 或者一些兒子 你樂得級的 應該說你樂得級的目的 都是去玩 或者適合一些束飾 你很少說那些 痴心情長劍 或者很純 或者很純的女生 會去樂級的玩 這也是一個既定的想法 現在這個世代 應該是 可能會有的 即是 你去樂 club 或者喝酒這個行為 現在已經不是一些 所謂 好像以前那些想法 那樣 是一些好的人才會去 可能一些純情的人都會去 純粹他真的想喝酒 開心一下 這個佔的比例 都是 可能 七三比 我自己的感覺 你很難 尤其是身手 就很難去伴侶 究竟他這個女生 真是一個 鋪牆老手 還是他純粹下來 休息一下 喝兩杯 對 所以又 不太適合 剛好人員 在這個展地探索 好 最後 就說回這個 結識異性的 最基本要求 我們剛剛說了 最基本要求 你要知道自己是多少斤斤 然後 我們就覺得 最重要是 你要對自己有自信 但就不要自大 有自信是因為 你要對自己有信心 知道自己 其實是 大概是一個什麼的人 你自己有好的一方面 另外你自己知道 自己有什麼壞處 你又會去 改善他 但就不可以讓人覺得 你是一個自大的人 就算 原來你很優秀 你有錢 很英俊 很美女 家底很好 有很好的工 但你都不可以自大 你都不可以看不起 你是他認識的 任何一個人 就算他可能 他收入低過你 或者 他的樣貌 是不太好 好 同時 這個永恆的定律 就是 鮑魚永遠都貴過 腸仔 但當你這條腸仔 看到一塊鮑魚 你也不要 那麼後扒 不要當是女神 要不然 你注定 就被女神吃住 所以 你當是一個平凡的奸田女神 重視是一個女神 你也不要讓女神感到 你 或者很崇拜她 或者很想得到她 如果讓你感覺到 你就很難 總之你當她 一個普通的 一個平民的看待 縱使她 在你心目中 她多麼得到也好 我覺得 正常程度的 互相尊重 大家都是一般人 你當她一般人 你會更加以得心應手 或者你的飲品 沒有那麼緊張 有一個對話是女神 不會拉屎 美女不會拉屎 那就到這裡 有什麼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 還有希望可以再說 關於這些題目的分享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拜拜 散散 前 WAS 散散 靴 banget 但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